人航螢幕上全部航班通通取消 没有任何飞机起降 也看不到机组人员穿梭机场 只剩下地勤人员忙着处理退票事宜 董事长张刚为刚宣布停飞后 喊出要复飞 已经有发函给地检署 一方面当然是涉及到 限制出境的一个管制 下午民航局还会开会 针对这个处罚的一个最后的决定 张刚为13号上火线喊要复飞 民航局早在12号傍晚发出公文 说明远航突然停飞 罔顾民众权益 建议依法条112条裁处300万 建议废止民用航空运输业许可证 公文送到交通部等待才是 虽然撤照还没确定 远航赶快提出申诉 除了资金证明还要说明 未来飞行航班的规划等 民航局核准后才能复飞 必须要机物有完整妥善的处理 才有办法让飞机飞上天 再来就是飞航到另一个目的地之后 如果这个加油地 他觉得说远航有停飞的疑虑 或有财务的危机 不愿意加油的话 那他也没有办法评董事长说 我要飞起来就可以飞起来 顾及到整个大众的想法的话 应该是不会再让他复飞 程序上和实务上都得克服 复飞恐怕不是董事长张刚伟 想得那么容易 三松的张卓黎听特别报道